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95集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YOLO Park推出的变形金刚第七集的犀牛 它的一个人偶 这款玩具呢最大的卖点呢 很多人相信都是为了能够得到OP的武器来购买它 那我们先看一下吧 所附带的给OP的武器 首先它有一把斧头 斧头的话呢只能够用在OP的右手 因为OP它只有附在右手的手掌 但是呢这个手掌的宽度呢明显是太过于大的 变成说呢这个斧头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握紧 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做个摆拍啊摆饰的话呢 其实放着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然后这款OP啊我这个把玩次数可能比较多 它的一个关节相对来说已经稍微有一点点松了 另外就它的一个手炮了手炮的话呢 它一共提供了一对那手炮的前方这个地方它是可以转动的细节的表现还不错 那么它的一个涂装就几乎是没有了 红色的部分跟本体有一个蛮好的一致性 基本没有什么摄差 那近距离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安装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插进去 那我要提一下它这个安装其实没有那么好装 它的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里 它是有一个凸 这个凸呢其实就是要卡进去它的这个洞里头 那卡进去的时候呢需要花一点力气 拔出来的话呢需要更大的力气 双刀 双刀是这个样子啊 双刀的话呢是要扣在外侧 看你的刀呢你是要这样子握还是你要这样子 就看你的刀刃你要朝哪一个方向 如果你的刀刃要朝这个方向的话呢 那你就是从内侧这里 从内侧才能够顺利的卡进去 然后再转向转过来到这边 那刀的话也是有一对 另外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 啊一样只有银色的涂装 那侧边里面的话呢就稍微有一天天的潦草 但是肯定是好过没有了 那我们就看到它的玩具的本体咯 它是一款呢看上去非常有重量感的大家伙 再一次先看它的专有配件 就是这一把大的钉头锤 然后呢钉头锤这个地方有一个凸 它可以结合在手上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说一下 这一款犀牛和之前推出的几款最大的不同 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说OP的手太松吗 这一款犀牛呢它就不是替换手了啊 它是一个可动的手指 拇指的话呢有两处的关节 一处两处食指的话呢单独一个关节 其他三指的话呢共用一个中间的关节 那中间的话呢有一个洞 这个孔洞呢就是来握持武器的 那么握持武器就是把它给卡进去 但是呢我感觉吧这个握的话呢不是说非常的紧啊 你还是要稍微用指头呢去把它给扣住 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一个持武器的形象咯 那跟官方的SS相比 颜色来说当然是正确的很多了啊 身上犀牛皮的质感呢也是有做出来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啊身上的大部分的特征都是有的 头雕也是很接近 不过它这个面调的眼睛呢 感觉特别特别的小啊 像以这个比例来看似乎比SS的还要再小一点点 那看上去的话就比较稍微有点憨厚啊 那我们也可以比对一下它的一些简单的一个 比方说后面都有一根脚 后面都有 然后呢胸口上面这里有两道疤痕 在这边 它一样是有两道疤痕 这边的疤痕也是有 它是稍微淡一些些 腹肌的形状呢 还有这个裙甲的一个样子 肩膀的造型啊 整个来说啊这个特征还是非常的接近 那最大的不同的话当然是后面了啊 因为它不用兼顾到变形 所以它的背收得非常的漂亮啊 那就没有这一个大龟壳的一个感觉咯 头啊我觉得它的头有一个毛病 就是它的脖子做得太短了 基本上呢你左右转的话呢 一定会卡到造型的感受 而且非常的紧 那就当作它头就是能转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必要特别去转了啦 再来肩膀的一个造型 这个肩甲这个地方上下可以动 那它这里的话呢 里面呢 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造型 它的这一块 看到这里这个连接的这个杆子 跟上面的距离特别远 你再往上插也插不进去了啊 它已经是到了一个极限了啊 这种经验我想有些人有 有些人是没有的 然后它的这个护肩的这个部 不对 小臂的这个护甲 可以稍微上下动一点点 那它上下的这个差距离这么远 应该也是方便这一块部件 能够做一个旋转了啊 然后手部的一个轴部呢 你在转动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造型 这凸出来这两根 跟前方的话呢 是有一个可以闪过去的 它里面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隙 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转动 拳头的话呢 要注意一下 它有这个拳头植虎的一个造型 这个植虎真的很尖锐啊 你用手去捏到的话 其实手指头是会痛的啊 在把弯的时候呢 各位去注意一下啊 明明就是一个 类似于医生的家伙呢 确实看上去战斗力 非常爆表的一个样子 它的裙甲这一片 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然后本身这块部件 还可以做上下的一个转动 左右都可以动 各位知道有些东西 然后呢 肩膀 三肉零度转动 没有问题 很紧 脚的话呢 一样啊 都有一个连接的这个关节 你看可以往下面戳一下 所以脚可以往上剃的再多一点点 然后脚的部分 这里的话呢 这一片 上下 也是可以戳动的啊 那戳下来一点 它的一个 这个 折的角度呢 会再大一些些 这样子 可以稍微 你可以照你喜欢的一个 一个一个放置 去动 脚 脚尖 可以稍微动一下 脚踝呢 也是有一个接地的 左右转动都可以 但是呢 幅度比较有限 我说前后 左右转动的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SS的话呢 还有做出一个 类似于是脚大指跟小指的一个形态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也算是把第七集的这一些 Yolo Park这个系列的话 又多了一个搜场品 那我们来稍微对比一下 这个是星星队长 或者是金刚娃 这个手部多了一个 真的是一个可动手啊 这对玩具的质感来说 我认为是有比较加分啊 造型手帅是帅 但是你要这样子替换啊 就是感觉很讨厌啊 然后这个是前一阵的推出的这个 黄豹 那这样放在一起 感觉就变成是 真的是很销瘦的一个体型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一套的 这个Yolo Park的这个犀牛啊 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的啊 爱无极无马电影好看的话呢 我喜欢这部电影 对它的产品的话呢 就会自然自然的喜欢它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